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善後知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觀眾朋友我們來談論一下 現在的政治酬庸跟利益分配 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政壇的必要之惡嗎 如果你不會利益分配 你不會利益分配 你不會酬庸 那你就Get out 我們來談論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桃園新任的市長張善政 他上任之後當然有很多位子 他要來Aside 那看到了桃園的捷運 公司董事長 他Aside是沈志藏 那沈志藏因為他是破音字 那這一位先生他過去擔任過 台北市捷運局的總經理 可是他上任之後 他大刀闊斧砍了 三位副總 那我們才知道 原來桃園市捷運公司的副總 有四位 這麼多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 趙善政就說 對 過去這個仇庸心態 我們要除惡 除惡惡禁 過去都是仇庸 我們來看看他們講的 到底對不對 是不是真的有人仇庸 來比一下 包括北捷 年運量是5.3億人 有三名副總 好像看起來是OK的 新北捷運 年運量是1.6億人 設一名副總 而桃園我們提到的 年運量 捷運的一年 載運的量 人次是1374萬人次 可是卻有四名副總 如果這樣比起來 的確 桃園市捷運公司 是不是有一點點仇庸的意思 我設好多好多副總 然後給好多好多位子 給謝涵斌一個 給善後知一個 給黃元翰一個 然後你們就會效忠於我 是這樣子嗎 過去很多人都說 鄭文燦好會執政 他的資源分配做得非常好 多且深 好多位子 給好多好處 包括你可以看到 前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轉任航工程的投資公司 的副總 那個時候被IP過了 那是文燦任內的事情 桃園有航空車位子一大堆 所以國民黨就說 鄭文燦在任的時候 太多太多的人是仇庸 讓桃園的公共品質落差 因為太多是仇庸 可能非專業 我們再看到村長 他直接指出來 哪一些是仇庸的 包括金發局長 就上一任的桃園市府的 金發局長 客家事務局長 桃園果菜公司的董事長 還有姬傑兩位副總 通通都是落選的 前市議員的酬庸 這些人可能沒有專業 可能他也不是學這個的 OK 反正你落選 沒地方去 來 這裡位子很多 所以鄭文燦 藍綠通吃的秘訣 就是很會利益分配嗎 如果不是林志堅自爆 因為論文案的關係 有沒有可能誰來打 都很難贏得桃園呢 有人又想到了 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他跟鄭文燦很好 兩個人是不是很類似 也有人說 這個蔡英文可以搞定 複雜的黨內派系 也是一樣 利益分毡 通通都給 利益均毡 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看最近的新聞 國安會的高層 這位是秘書處的處長 叫做汪涵江 自己做錯事 想要出國度假 結果沒有遵守法規 還拍桌咆哮 對我們的海關人員 基層的海關人員 那這件事情傳出來之後 總統府 記嚴懲 我們的標題是寫記嚴懲 這是中國時報的標題 可是我們來看內容 只是把它拔關而已 把它調離主管職 這真的是嚴懲嗎 我們來看看公務員服務法 第六條是怎麼說的 如果你要作為一名公務員 你應當公正無私 誠信清廉 謹慎免勤勉 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 以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這位王先生可能都犯了 而且你把它拔關 可是他犯法的部分 有沒有追究 因為他急急忙忙要出去 跟他得到的這個 申請日期是不一樣的 他離開的時候 搭乘的班機 是在1月21號的晚上 11點多起飛 其實必須講 他已經違法了 違法的部分你要不要處理 這樣子的處分是不是太輕微了 我們再來看看 蔡政府重打侵犯 升官高這件事情 是不是 好啦 當媒體有注意到 我輕輕打你兩下 打你屁股兩下 馬上就讓你升官了 不是說我們太過懷疑他 而是過去這樣的例子 所在多有 包括你也可以看到 這一欄 我先講這一欄 王必勝這件事情 大家記憶比較深刻 他被拔掉模範公務員 為什麼 婚外情曝光了 陳時中還說很不捨 過去犯錯 先是處分你一下下 把你拔官一下下 又高聲的有誰 丁以民牛肉麵事件 陳敏華 包括撕燕案 又被拔著 並且升官 吳鴻蒙 吳鴻蒙因為太多公安 交通的意外事件 他被拔掉交通部部長 結果又變成中華郵政董事長 沒有多久的事情 陳經德一樣 一樣 停電事件 結果又被高升了 王必勝 我們剛剛講過 還有王涵江 這一位國安會的秘書處處長 是不是以後還另有重用 我們講到這個王涵江事件 必須說 王涵江是國安會的人員 身為 來 國安會的秘書長的顧立雄 這一次沒有發表任何的意見 好像沒有這一個人 所以是不是只是避避風頭而已 大家忘記之後又會升官了 聯合報社論今天就說了 循私 咆哮 厚言的官員 到底是怎麼養成的 民進黨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多這樣子的官員 我們來請教一下韋翰 韋翰 你怎麼看 先看看鄭文燦 鄭文燦 藍綠好像對他的批評都 比較少 都說他藍綠通吃 是真的他比較會利益分配嗎 來 桃園捷運一年的這個運量 1374萬 如果以台北捷運來看 大概一個禮拜就達成了 他的運量是台北捷運的2.5% 2.5% 不是20% 2.5% 所以運量差很多 我今天對於他有幾位副總 我先把話講在前面 我不會太去講說 一位就是好 四位就是浪費 他要是四位副總 但是他能創造跟台北市捷運 一樣的運量 或是說相關的他也沒虧錢 那沒問題 所以不要單純用數量去算 可是當你我剛剛講 你的運量已經這麼少了 第二個虧錢 桃園捷運資本額30億 現在已經虧34億了 已經虧掉資本額了 表示說過去幾年的營運 並沒有幫他賺錢 其實這個題要講很長 我先要幫他縮短一點 我以前在跑市政的時候 台北捷運剛開始 一條一條開 當時的台北市副市長叫歐靖德 他在開交通會報的時候 他就提議好幾個方式 要讓台北市的運量提升 有一個方式是讓我當時的 電視台攝影記者非常生氣了 回公司的時候 一直跟我罵說 是在說什麼 因為我以前電視台 就在火車站旁邊 他說他要讓火車站附近的機車 是要收錢的 觀眾朋友 20年前台北市停機車也不用收費 對 他要收費 他說歐靖德 你們很喜歡 我看他怎麼這樣 他是有道理的 當機車族 他到台北車站附近 他停機車也要付費的時候 一天20塊 一個禮拜要100塊 他算一算 我倒不如坐捷運 人就會進去搭捷運了 所以捷運要更難 要養更難 所以你今天桃園捷運 你要做得好 你就必須要有經驗嗎 所以我剛剛 我不挑他四個副總 看起來就這樣籌用 但我不講你籌用 你做了什麼事 你有讓他營運好 運量高嗎 沒有 沒有就砍掉 就這麼簡單 第二個國安會 我覺得國安會處長 你再深入去了解 好像這應該 我相信應該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被爆出來 但不是第一次 因為後來有一年 有做一個公文說明就是 他申請出國的前一天跟後一天 可以有所展延 可是我就不懂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1月21號晚上 照我們一般出國邏輯 兩三個小時前 你就要去掛行李 要去看你的護照 他怎麼過的 以往怎麼過的 這一次被擋下來是正常 我看你護照 你是管制人員 現在是1月21號晚上9點半 你是1月22號開始 對不起 你現在不能過 所以你說航空公司 check-in的人員也有問題 都有問題 先人員他看護照的時候 會不會跳出來我不確定 可是你在看護照的時候的那些 就是海關的那些 移民署的官員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看到你的護照 他有電腦跳出來 這個事情問題來了 他為什麼可以要求 他第二天再輸入 他的資料 出國資料 然後蓋章蓋1月22 這就明顯是違規了 這些事情 基本上 他並不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傷筋動骨的國家大事 像絲煙那麼大的 他是一個跟他的家人 因為只有他被管制 但為什麼他會被爆出來 以前沒有嗎 拍桌 還有那個 拍桌是一個 我告訴你 簽子 其實不是 我覺得是因為 去年民進黨大敗之後 這些小事情 本來都放在抽屜裡面 現在敢告訴媒體 敢告訴立委 以前不敢講 現在都敢講 所以像運安會 他跑去開小差 跑去泡溫泉什麼的 也都被講出來 就是一種末日現象 覺得說民進黨 已經快要下來了以後 原本不敢講 敢怒不敢言的事情 統統一個個都爆出來 強導眾人推 有這樣的氛圍 來 賓哥 不是 我就覺得 這個不要說是去拔裝腳 或怎麼樣 因為第一個 你運量那麼小 然後第二個你路線 你現在大部分路線 都還在蓋 是 賓哥我們再補充一下 陶傑他的虧損 現在持續擴大中 剛剛危害已經補充過了 他已經賠光了 30億的資本額 每一年還有10多億的虧損 經營不善很明顯 我跟你講這個是很明顯的 實際上陶傑 這個捷運要建的時候 就有很多爭議 以桃園人口 還有他每天這樣通勤的方式 因為捷運這種東西 是要有其他相關交通配合 你才會好做 像台北市 因為是全台灣交通最發達 公車 路網 什麼其他都可以配合得上 請問一下 桃園有這樣的設施嗎 沒有 所以未來我跟大家保證 未來桃園的路網 建得越多賠得越多 我跟你講 跟你保證一定是這樣 因為大部分人 還是很不方便 他沒有辦法做 所以當你的路線 其實到現在為止 路線本身就很少 又很單純 然後運量這麼低的時候 你搞那麼多副總 到底要幹嘛 其實很明顯 就是放自己的人 讓他能夠賺錢 就這樣子而已 那鄭文燦 從到桃園的時候 就專門搞這一套 而且我也要幫他講一句公道話 他的錢不是只有給民進黨 藍軍的他也一樣給 因為他就是語錄均章 大家都拿到錢 所以大家都說他講得好 說他做得好 就是這樣子而已 人都見錢眼開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他在賄賂 這一些藍營的人的同時 他去酬擁了一大堆的自己人 然後這些人到最後 其實誰買單 難道鄭文燦買單嗎 不是 是我們買單 是納稅人在買單 所以他是康他人之凱 用桃園市民 用納稅人的錢 去養他自己的人 所以現在民進黨 其實不只是桃園這樣子 因為蔡英文就這樣幹 蔡英文養了一大堆人是這樣 你說為什麼這一次顧立雄 一句話都沒坑 王涵江出了這個事 為什麼沒坑 因為他自己也是醜用 請問一下顧立雄的本質學能是什麼 他學法律的 他律師 他跟金管會有什麼關係 請問一下他跟國安會有什麼關係 他懂什麼狗屁國安 他什麼時候懂這一塊 然後我們那位 剛剛下台的國安局長陳平通 請問一下他懂什麼國安 他懂論文 你確定他懂論文嗎 他懂論文指導跟分配 他懂得怎麼抄襲 他懂得怎麼複製天上 他懂得怎麼服務學生 這個他很懂 他去開一個學生服務中心 我覺得會賺大錢 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衝刺的 全部都是這一人 這一人都是仇雍的 而且仇雍的不只這些 隨便講一個 最近不是又升官的邱章信 邱憶寅的弟弟 他是因為超買案 被拉下來的 結果現在又升官了 你那邊提到的一大堆人 也都是這樣 犯了錯繼續來 轉一圈又回來 這個王涵江我覺得 事情嚴重在什麼地方 兩個犯法的地方 是 第一個 王涵江 你請假是1月22號 你才能夠離開國家 沒錯 你1月21號就走出去了 對啊 所以你已經違法 所以這是你違法的部分 另外一個 這個國境事務大隊長 抱歉你也違法 你衛造文書 對 他怎麼敢 你這是衛造公文書 國境事務大隊長協助出面 預蓋1月22號出境 這個是很明顯的衛造文書 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不用追究的嗎 這也太敢了吧 老實講 這個國境事務大隊長 我覺得很衰 但是他們說的話 我一個字都不信 他說那天剛剛好 我們的大隊長就巡巡巡 就巡到那邊 然後就看到這個狀況 所以就立刻幫他蓋一個章 就解決了 你覺得有什麼好事 一定是他吵到不可開交 大隊長才去的 一定是這樣子 不然大隊長每天那麼閒 都在那邊晃 那 對 太閒就是閒猜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事情鬧得太大 所以才出來 但是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事情現在會出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有一些事情都出來 為什麼 因為九二一大選民進黨敗 現在有些人認為民進黨 可能會失去政權 所以現在人家開始敢講 底下的看風向 是啊 不然的話 如果這一次民進黨又贏了 你覺得講出來會有用嗎 就不敢講 大概媒體也就把它淹掉了 所以你看最近的媒體 有一些媒體過去他不太會去P 民進黨的一些東西 最近也開始在批評 就是這樣 那你不覺得很可悲嗎 台灣的媒體都必須要看風向 我們沒有 你們是少數沒有 所以才會被人家叼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們連差一點被人家 在有線電視的下架 不是嗎 就是這麼簡單的情況 台灣已經淪落到 這麼悲哀的社會 每一個人都要看關係 你覺得這樣子是對的嗎 是 所以這些厚顏的官員 是怎麼養成的 我們剛剛聽兩位的分析 就知道了 來 請問候製修 沒有 我覺得民進黨的狀況 就是說 他避避風口又升官 初始又升官 這是以前 歷史非常非常多 剛剛講的 撕驗案的那幾個 更早的氣爆成績 那些還更多 就是說 基本上後來吳鴻毛 還做到交通部長 這一堆全部都上去 就是說民進黨一向都有這種 用自己人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 他現在的狀況比以前更糟的是說 你像王涵江這一個 他根本就是應該要法辦 講白了什麼 你就是要法辦 他是國安會 如果這個是一個藍軍的人 有這種機名 比如說你這樣講夏立妍好了 夏立妍如果可以找一分鐘出去 我真的隨便你 對不對 那天如果像夏立妍的狀況 你就直接扣他帽子 你就是去賣台 你碰到民進黨的人的時候 就沒事 他負責這麼機敏的單位 他當然是應該 從民黨這麼注重 這個所謂的 國家安全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本來就應該要 非常非常嚴謹 用非常高標準來處理 可是就沒有 我不要講他 他比較可惡的是說 你現在不管是王涵江也好 還是講那個 顧力熊 不是顧力熊 那個主委也好 就是說運安會也好 泡溫泉主委 你現在看到的是民黨很糟糕的人 就是說 他們才剛剛大輸 就是說你才在剛剛大輸之後 你底下的官徵還是這麼糟 以前那些人是 好 最起碼做做樣子 下台回任 現在的狀況是說 民黨大輸完之後 這些人跟沒事一樣 還是那麼囂張 完全行進都不改 這個狀況是比 我必要講這個狀況 是比以前那個狀況糟糕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很簡單 你今天來講 你內閣改組就看出來 通通都沒事 所有民眾討厭的東西 我沒有一樣要改的 既然上面是這樣子 我們的作風當然就一模一樣 所以你的官徵 才會敗壞到今天這個狀況 是 沒有錯 來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先來坐下 我就想要去唱 我先來坐下 くそ